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難忘初相遇 你隱形相遇 美目流傳彼此回憶 聚散都相依 相思量不易 爱命开心的永远 约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钟情 就求你知道我珍惜你 这能不能交进一生为你沉迷 那心交给你我愿意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钟情 就算苦和同一种骨铭 刹难目光交集 一生为你沉迷 就算胆下去 我愿意 就算胆下去 我愿意 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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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柱 对不起 我知道你对我一往情深 我却辜负了你对我的爱 虽然娶你是我报复的一个手段 可是面对你的善良 我发现自己真的渐渐爱上了你 我绝对不能再让你以我为止 所以 我选择了我应该做的事 最后有梦的一场 阿嬷 额娘 原谅儿子不休 我愿意为可以心安理得的报复秦王爷 可是在我做了那些违背良心的事之后 我反而更加浅事难安 如果继续为仇恨而灭灭良知 不但无法洗刷我之前的屈辱 反而背绝无止 我只要交出龙葬经 承担一切罪行 才能够原谅自己犯下的过错 阿嬷和额娘的养育之恩 永恶只有来生再报 是 三 chambers 你一定要为我好好活着 我不敢奢求你能原谅我 但是我真心祈愿 来世能与你再极联礼 以弥补今生所愧欠你的一切 永鹤绝必 永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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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可以答应 其罪不及欺奴 但屠哈心思不轨 死罪可饶 活罪难逃 最可恶的 就是霍王爷与靖贵妃 他们未寻私仇 涉及陷害忠良 虽然此次并非是他们亲手所为 但教唆之罪也不可轻饶 了 老舟舟 老舟舟 可住 美丽 美丽 你怎么了 美丽 快传太医来 美丽 美丽你醒一醒 夫人 无需担心 少夫人是有喜了 恭喜夫人 恭喜少夫人 我有喜了 有喜了 永鹤 永鹤 你听见没有 我们有孩子了 我们有孩子了 丧珠 你刚毁上云 千万不能哭啊 永鹤 永鹤 虽然走了 但给咱们家留下了血脉 为了永鹤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听见没有 额娘 我想到这孩子一出世 连阿玛一面都见不着 我这心如刀绞 你教我如何忍得住 有这份伤痛啊 永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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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傻孩子 是阿玛害了你了 都是阿玛害了你呀 该死的不应该是你 也该是我呀 永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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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就叫我不管呢 永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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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要当阿玛了 永鹤 你 你起来 你起来 起来看看我 起来看看我 永鹤 你你不叫我认识 永鹤 永鹤 我该怎么回呀 永鹤 想多啊 是阿玛害了你 你也害了永鹤 是我对他 挑逗仇恨 所有他一心劲报仇 结果害他走上了绝路啊 永鹤 你不要走 我不让你走 永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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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呀 好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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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你啊 不让你啊 好爱啊 你 让你走 主子 别担心 您坐会儿吧 哥哥一定会平平安安 把小主子产下的 美丽还没足月呢 孩子要早产了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生了 美丽生了 美丽生了 生了 是啊 主子 您终于可以放心了吧 你听 小主子哭声这么洪亮 一定会健康强壮的 是 走 我们快去看看 快去 快快快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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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你放心 孩子很平安 恭喜你呀 你生了个白胖小子 来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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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看这孩子 虽然只有七个月大 可壮的呀 跟祖月生的一样 可结实了 靖萱身体那么强壮 儿子当然壮了 乖 可爱 皇上 请皇上赎罪啊 臣妾该死啊 闭嘴 你既然已知该死 叫朕如何原谅你 皇上 一日夫妻半日恩 臣妾一时糊涂 请皇上饶命啊 一派胡言 你何曾糊涂 朕多次提醒过你 你就是执迷不悟 这都是你咎由自取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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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答应过姐姐 要好好照顾臣妾的 就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你就能臣妾网看一面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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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贵妃 朕其实待你不保 如果你不是心怀仇恨 忘不了那些恩怨的话 你真的有可能成为朕的皇后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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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皇上 啊 皇上 皇上 啊 啊 皇上 皇上 损我国威 罪无可恕 祸王贬为庶民 静贵妃打入冷宫 老爷 屠哈摘去官职 发配边疆 老爷 永不准回京 即日执行 钦此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亲王爷爱新觉罗静宣 遭人构陷 身戏淋雨 经圣上查明真相 还以清白 即刻起 无罪释放 钦此 王爷回府啦 王爷回府啦 Hur啊 你不再生意啊 你不再生意啊 就生意啊 皇上 也不再生意啊 俺才是你的 皇上 你们来世的 父母 哎哟 瘦了 真瘦了 母娘 你别难过 回来是喜事啊 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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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萱 我们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你怎么样 一切都好吗 我挺好的 没事了 对了 你身子还好吧 好 太医都定期来给我把脉 一切安叹 那就好 母娘 美离呢 他人呢 美离他 妹妹 妹妹他操劳过度 提前在慈宁宫临盆了 他没事吧 没事没事 母子平安 老祖宗担心他月子里受风寒 让他在慈宁宫静养 好 过两天 我们就去看他 静萱啊 美离这次可是为了你呀 我知道 额娘 待我梳洗完毕 我就进宫打谢去 感谢老祖宗再造之恩 静萱才能够化险为夷 起来 快起来 谢老祖宗 静萱 你该感谢的是美离 她不顾自己怀了身孕 挺着个大肚子 为你四处奔走 劝你写自白书 要不是她找到新的证据 我也救不了你呀 是啊 至此多亏了美离 才能化解危机 对了 美离她人呢 你看看我 光顾着高兴你喜刷冤狱 忘了告诉你 你当阿嬷了 快 快进去看看 美离和你儿子 可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啊 长得跟你小时候一个样 你怎么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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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为你 那 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回来了 没事了 美丽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没事了 没事就好 这孩子 美丽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伤害这个孩子的 虽然我跟永和之间有那么多恩恩怨怨 但他毕竟因我而死 也算是对他一个补偿吧 我会好好的把这孩子抚养成人 算是还他一个恩情 我说过 他是你儿子 这是我们两个大孩子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最后是敢找他 来 节哀顺病 是 我知道了 表哥 谢谢你原谅了永和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丧珠 我知道整件事情 跟你和表兄没关系 所以我希望此事 不要影响我们两家的感情 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 表哥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表哥 我已经不是过去 骄宗任性的丧珠了 眼前有太多的责任 我有婆婆要照顾 有个未出世的孩子要抚养 我会为了永和好好地活着 你不用替我担心 为了永和四 twentfy 我们有一个优惠的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这小家伙踢了我一脚 锦萱 你过来摸摸 感受一下他的心跳 感觉到了吗 这个小家伙 就算在我肚子里也动个不停 锦萱 你放心 我一定也会帮你生个儿子 快 快进去看看美丽和你儿子 可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哟 长得跟你小时候一个样啊 我说过他是你儿子 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董事长 王爷 我正在办一件案子 怕走漏消息 这是两份血迹 你拿去医馆 帮我看看是否有血远关系 是 魔匠这就去办 长FT 王爷还有何吩咐 此事至关机密 不得向任何人提起 是 张继明白 额娘 你就放心吧 一定得小心这点啊 知道了 喜儿 你慌什么呀 别碰着小姐了 喜儿 你这是怎么了 慌慌张张出什么事情了 我 我刚刚在王爷书房外 偷看到 王爷他 王爷怎么了 王爷让张继大人 去查一份血亲证明 说是查案子 我怕被发现 王爷要怪我偷听机密了 所以就匆匆跑掉了 老爷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偷听的 张继呢 刚刚走了 王爷让他去找民间 专门查询血亲的医馆检查 上去 上去 要是 你儿子 他会带我来 是 该的 你怎么会 你这么说 这 square 那 这 你怎么会 呢 那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我去 白菜啊 白菜 爷 结果过两天就出来了 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不用 我自己亲自来拿 好好好 那老家您过两天再来一趟 爷 慢走 您慢走 今天你匆匆忙忙离开亲王府 有什么事急成那样 老爷 问你话呢 想什么事呢 这么入神 我在想啊 她要验的是谁的薛琴 她办她的案子 关你什么事 万一这事跟素颖有关系 我们是不是应该 特别的关注一下啊 这 怎么会跟素颖有关 亲王爷让张继神神秘秘地拿出去 到外面去检验 没有通过太医院 她肯定是不想让皇族里的人知道 好 你想想 皇族里最近谁生了孩子 册附近美梨啊 对了 说是美梨早产 都说是为了营救庆王爷 奔波劳累所成 可如果事实不是如此 是足月生的孩子呢 怎么可能 怎么算也赶不上足月 除非 难怪庆王爷要急着迎娶美梨过门 闹了半天 是怕肚子藏不住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倒也简单了 恐怕是蓝田中狱的人 不是庆王爷啊 我想庆王爷此时 也一定心生一斗 要不然他 眼亲做什么呢 他眼亲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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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吧 孩子 明天 我们就要回亲王府了 虽然你阿玛现在不肯认你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 他一定会认你的 不管他愿不愿意 额娘都会给你满满的爱 让你好好地长大 好吗 好不好 好不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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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使脸庞 欢笑背后 尽是绝留 永和 虽然你走了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在我心目中 你是最优秀的男子汉 我愿用我一生的时间 好好地报答你 变成 到最后 恐忙 一场 师太 酥鸣开过荒唐 深情都 换来吵吵 你安心地去吧 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 我一定会告诉他 你阿玛是最伟大的英雄 繁华金散作尘埃 埋葬 启禀王爷 我已经找人检验过了 证明这两份血迹 没有血迹关系 你确定 真的没有血远关系吗 是 我知道了 王爷入无事 末将告退 贝离 我都说了 我会好好地抚养勇和的孩子 你何苦还要骗我呢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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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点 哥哥 您总算回来了 可想死我了 可想死我了 儿子 咱们回家了 嗯 厕福尽快请进 太福尽正等着你呢 嗯 走吧 厕福尽回府啦 哎呦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呦 哎呦 我孙子回来了 哎呦 快来快来 额娘 奶奶抱抱 哎奶奶抱抱 哎呦 哎呦 娘 妹妹刚刚做完月子 这万一被风吹着了 就不好了 咱们进屋说话吧 哎呦 只顾高兴了 进屋 都进屋 走 进屋坐坐 妹妹 恭喜你一举得难 为亲王府添丁 姐姐同喜 姐姐这一胎一定也是男孩 谢妹妹的经验 静萱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啊 额娘 依族谱呢 应该是允字呗 我给他起名叫允克吧 克尊礼法的克 允克 嗯 这名字起得好 以后就叫他允克 听到了吧 多谢王爷赐名 哎 锦萱 来来来来 你来抱抱 来 额娘 您先抱着吧 我以后抱他的机会 还多呢 听说美离回庆王府了 是啊 太附近一直抱着孙儿 不肯撒手 她现在是有孙万世族 这会儿可高兴呢 那你怎么还跟没事儿人似的 你要注意啊 现在美离明摆着生的是儿子了 万一你将来生的是女儿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 就一直生 直到生出儿子为止呗 更何况阿玛都说了 我这生的都是嫡子 何必与她那数字相比呢 你真被庆王爷的事情给吓傻了 万一你一辈子生不出儿子 怎么办呢 到时候允克不就扶正了 母与子为贵啊 万事都有变数 你不得不妨 额娘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额娘一时也想出什么好办法 不过外面都在传 美离孩子的事儿 允克有什么事儿啊 传言说 谁知道美离是不是早产 万一是足月呢 要不然那孩子 怎么长得那么强壮呢 额娘 你的意思是说 允克不是靖萱所生的 不是我的意思 外面大家都这么说 额娘 姿势体大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 反正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我只是在想 既然大家都对美离有所怀疑 那太福晋还会认为允克 是他的亲孙子吗 那样对你 不就没有威胁了 主子 请喝茶 主子 奴婢有些话 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说吧 主子 不知道是谁在乱绞蛇根子 是谁在乱绞蛇根子 现在宫里流眼到处飞 说美离的儿子 撞得跟足月生的一样 还说算算时间 恐怕还没进门就怀了孕 说不定这孩子不是金萱的 放肆 谣言从何而来 我问过他们了 谁都不知道是打哪儿听来的 也说是这孩子 Если谁在乱绞蛇根子 是 主子 我马上就去办 不可能 我检验过他们新婚的白仇子 不可能 绝不可能 额娘说得是 虽然这外面呢 大家都传得会声会影的 可是我也不相信 这美离会做出对不起静萱的事情 都怪这慈宁宫照顾得太周全 孩子长得结实 难免引人瑕疵了 孩儿给额娘起安 长大 你的手怎么了 不碍事 早上磨叽的时候 不小心伤了 闲言遂语不可信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当初永鹤和美离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们还说要一起远走高飞 恶娘 就算永鹤跟美丽要私奔 这应该也不会怀上 住口 是不是我儿子 难道我不知道吗 好事之徒挑拨是非 你们竟然也随之起舞荒唐至极 这都是因为美丽早产 所引发的事情 好了好了 不说了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美丽是因为救我 所以才过度操劳导致早产 美丽尽心尽力做得这么好 你们竟然还在背后胡说八道 她受到的打击还不多吗 我告诉你们 别再乱说了 允克她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以后不许胡乱谈论 这些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茶豆粮也不知道来换换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 我能不生气吗 好不容易想利用流言 好好做做文章 鸡腿没离 没想到倒惹得老祖宗生气 没想到倒惹得老祖宗生气 下令禁止再传谣 就连庆王爷也坚持说 允克是他的儿子 对美丽一点威胁都没有 我真不明白 庆王爷怎么忍得下这口气 难道我的推敲错了 这两份血迹跟庆王也无关 《尽管不良》 禁声无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